柯文哲今天到黨團去 主要是押注所有八個立委 因為這八個立委現在 彼此都在外面放話 有人說要支持韓江沛 有人說要支持油江沛 有人說我們沒有說要自己提人選 各式各樣的說法都要放來放去 你把柯文哲動作什麼 這八個人的行動柯文哲都不知道 都看新聞才知道 所以柯文就當年去告訴大家 來 從今天開始 你都不能再說了 大家要共同決定 不用再次決定 日到三十一 二月以後會再決定 那沒關係 但是我一定要參加到 第二 你要選的來找人說 本體要選的就去找你說 油院長要選 他也去拜訪國民黨黨團 韓國瑜算也來民進黨黨團報告 說明 拜訪 不管什麼名字 勞勞成的動作一定有 我們的行政院長每個會期 一開始被施政報告 也是要到各黨團 這就是行李如意 行李如意 拜訪 要一個手 拜託大家的支持 這是表面上的嘛 所以他們今天說 這個拜訪我們要閉門會議 為什麼要閉門會議 為什麼要閉門會議 是要交易什麼 公開透明 全程直播 你們跟郵驗長去你們要全程直播 韓國語去都全程直播 張基成全程直播 都不能接受 你們公司讓我們聽 民眾大陸最愛去討 這次又說 沒有啦 我們要閉門會議 以後再出來開記者會 笑死人 話都你們在說的 今天柯文哲記一件事 他就是要說 他要說這件事 要找柯文哲 不用聽他爹的 到外面說的不準 就是我 他今天只是要確定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那國民黨跟韓國瑜已經說了 他會去拜訪 郵驗長也說 他會去拜訪 這都沒有什麼問題 韓國瑜昨天就辦一個講席會 國民黨有辦一個講席會 他就在說 以前賴清德 說他都沒有在應酬 沒有去卡拉OK 我有啦 我有時候會去 但是我心中有浩然正氣 因為他去都會量心精 他以前去唱歌 唱歌 喝酒 湯也正 他都會量心精 所以大家去的地方 那邊那邊 大家要去唱海 他也很擅長 他去就跟大家說 我跟你說啦 那就是沒有來上我的客 不過高峰安 助理會 才不會更技巧 做理會要什麼技巧 那助理會多少多少 又什麼技巧 高峰安 韓國瑜在說 我自己啦 這種的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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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不會去唱到 我跟你們這裡的理會說 來 我教你們要用有技巧性一點 不要亂打 真的 韓國瑜 你不要亂打 時代不一樣 現在的助理會是很嚴格的 現在都專業問政的啦 不是像你以前那個年代 兩百多月的時候 變什麼樣都不知道 當然今天他去抽籤 提到什麼3506 這個辦公室 以前都部分區立委 比較多啦 也有台聯的啦 民進黨余天 董事應該也是部分區的 國民黨柯志恩 所以這都來來去去 這很年輕的啦 這很年輕的喔 沒有啦 因為這台聯 這個人都做兩年而已 所以那個辦公室 一個人照一個人補啦 高家儀當然這台就不認真嘛 可是這個圍都不重要 這樣 韓國瑜做高雄市場辦公室 就換來換去 早上出門 就去連堂會館換車的 你安排那個辦公 他不會去啦 他不會去 這樣安全而已嗎 你安排去 他也怕去給人家監聽啊 去給人家竊聽嘛 所以他不會搬這個美金啦 讓他抽到最好的 他也不會去啦 他外面再創一斤兩斤 車換來換去 那是他的個性啦 所以不用討論 他抽到最一斤 因為這間廟 沒辦法容赦這間大佛啦 這是韓國瑜 所以不用去討論 他去抽到什麼 什麼簽網的事情 說黃國昌 黃國昌 他不是說他的房子都會聽到嗎 對啊 說多久了 六個月 六個月啊 六個月啊 都沒聽啊 七月就發現了 九月嗆聲說 我會猜得乾乾淨淨 今天出來說 他都聽好了 拜託的 都要不聽 都要不聽啊 都要不聽啊 今天又有人去看 奇怪 你不是說你都拔走啊 四樓有什麼 還有人在曬白丹 但是隔壁 八爬搶過去曬白丹 你不是都沒討論 現在又說我都猜完了 乾乾淨淨淨 你怎麼怎麼怎麼 政府如果叫你聽你就要聽 啊繼承違建不用聽就不用聽 啊佔用國有地要聽就要聽 政府法公文你怎麼做就怎麼做 不要都要假倒學 說我全部都會拆 而且拆完之後 我在中間立一個杯 立杯要小心啊 不要亂創啊 那都有風水的問題 一創一分創不行 家床都不好 那要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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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一些人去倒勝 重點是 你的土地如果中間創一個杯就對了 那壁沒人敢買啦 你經過說人家創這個 來來買這壁 中間哪有一個杯 中間哪有一個杯 中間他那個人家創一個杯子 人家看得快跑了 還在創什麼杯 五十七八十嘛 可是我相信喔 我相信黃國昌做到做到 黃國昌這種的算是康蘭爾博士 一種的叫小時候 他一定會說到做到 他一定會在他的土地上立一個杯 關於賣出賣出去 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 只是時間的問題 只是遲到 不是沒有到 這個柯文哲講說 他現在的民眾黨為什麼關鍵少數 每天都在接不想接的電話 你怎麼看柯文哲講這段話 他說國民黨民進黨都打他嗎 會常常打電話給柯文哲的 就是柯媽媽啦 柯媽媽可能來指導說 我告訴你去叫韓國的 說韓國的人也不錯 只是要唱歌拍馬唱 你也叫他說一下 還是說 柯錫君 柯院長以前也叫我們不錯 你跟柯媽媽可能要說這個 柯文哲覺得很煩 所以就不接 柯媽媽卡你一定要接 你不接 你不接回去讓你媽媽給你賣 柯文哲當然現在在墊高自己的 這個民眾黨的價值 問題是這一次投完票 他們的決定 就會決定他們的價值 簡單說就是說 你如果八條票都投自己 八條票都投自己 你就沒有價值 因為你一定要每天走左邊 每天走右邊 鋪塑迷離 這樣才會有價值 人家搞不清楚你到底要做什麼 譬如說第二輪投票 好 現在五個 另外三個都會打 甚至四個都會打 這樣才會有 一些懸疑性 哪會說 哎唷 柯文哲你也不要這樣 大家緊張還要死 柯文哲說好 我現在做什麼決定 不是啊 你們一開始就剛才說什麼 要團進團出 要什麼 五大策略 策略都跟他們說 都跟他們說 我們的策略長這樣 那個叫做策略 找死人 跟剛才說113 113取二 還要排列 我的數字多少呢 113個政府院長這樣交叉 算不出來 你不要算數學喔 要不要算 關聯喔 我的意思是說 民眾黨如果要說這些事情 你們內部說得好 那些是你們的事情嘛 要當小黨 要當關鍵 要當槓工 沒有人這麼早說我們要幹什麼 你也不用什麼一月二十八二十九 什麼三十三十一都不用啦 二月一號你們都不用決定也沒關係啦 那就是要投票 那個瞬間 黨主席下令 怎麼回答就好了嘛 現在問題是 因為他們八的人意見不一樣 如果說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如果全部交給柯文哲 一個人決定 二月一號 早上不要10點11點 柯文哲按出誰 院長頭誰 按出八個人同步收到 日未再打火 這樣就不會開火 如果太早決定 一定有開火 一定有人會去通報的 哎唷我們主席叫我們回這個 要怎樣 韓國的 叫我們回這個 我們國庫現在要怎樣 趕緊 你去跟瓜哥說 跟柯文哲說 看要怎麼處理 那就出事 所以民眾如果我要你建議 你們就是柯文哲總指揮官 這個異常二樓坐在那裡 看局勢怎樣 時間到時候送出 八的人從頭部手機拿起來 好 這樣了解 這樣進去 這樣兩檔才會怕 不然你怎麼這麼早公布答案 兩檔都不會怕